各位大大好 我是Cathy 然後算是還蠻基礎的人 希望今天講得還OK 那就請大家尽量 我尽量不會講太久 那我今天講的是那一本書的第二章跟第三章 那第二章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可能我不會講太久 然後今天第二章會講很快 因為就是大家都可能都了解了 那就是今天要講的outlay的部分 那第二章會講一些Neuro的model跟它的那個架構 那第三章是用一個 一個書本上用Apple跟Orang的範例去導這三個東西 一個是感知基因的部分 一個是Hammy Network 一個是Hammy Network 那這個是一般我們感知的 就是用一般的一個Single的Input進去 然後我們有所謂的Weight W跟Bus B 然後我們Input進去 稱為Weight W加上Bus B 然後可能會經過所謂的Transfer Function 那這個有些 這本書是寫Transfer Function 那有些書會寫Adertivity Function 然後就是把它集火過後 然後Output出去一個X 那這裡會講三個Transfer Function 這一個是一個叫Hammy的函數 那這一個是指說 我如果是負值的話 小於0 我Output出去就是0 那如果是正值大於0的話 我要負出去就是三線Updown 就是1 那這右邊是我有經過一些 比如說X0W 然後就是在加Bus 會做一些偏移的動作 然後把它做一個偏移的 那個怎麼講 就是 就是偏移的動作 偏移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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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那 這是這一個Function的部分 我解一下 這個東西 為什麼一開始都會設計成這樣子 在整個讀書最後的最後一次 我會講一個主題叫Spicy Newnight Spy Neural Network是目前熱門的幾個 Neural Network 相對比較接近生物的 Neural Network 它還是差真正生物的 Neural Network 很遠 那在生物裡面呢,它基本上有通跟沒通就是數位0跟1 所以變成為什麼第一代的 Perceptron 甚至早一定在1960幾年 他們開發的第一個神經驗的模型會利用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今天它的Value沒有超過某個值 一般我們都叫Strange Hall 它就把它完全沒有Active 那如果超過那個Strange Hall,它就Active 那在第一代的時候為了簡化,所以它把它設成0跟1 因為Value可能有正有負的 那它做VdSum,就是Input乘上Value 各個不同的Input乘上Value,那有正有負的 最後的結果能夠大於0 如果大於0,就把他upon是1代表有 如果整個是VdSum加大於0的話,那就沒有 好,這是這個Function當初為什麼要不會採用這樣的一個原因 來,Lise 好,謝謝Jason的補充 那第二個呢,是Ninia的線性函數的部分 那我們如果把它加一個,右邊這個圖把它加一個Bus 然後它也是會有一個偏移offset的一個動作 對,就是我們可能要,某程度就是說我理解的是 就是有時候我們應該是說後面會講到 就是好,這個後面再講 那第三個呢,是我們常在Deep Learning 會用到的那個Simoid的Function 那我們Input可以在於 負穹大到正負穹大的之間 那Output出來呢,就是0到1之間 那如果我們再加Bus呢,它就會有一些 就是小小的,小小的一個不一樣的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小小陡峭 是這樣的形容嗎?感覺上是這樣的 就是它會有一點點的偏制,偏移的動作 那這一個圖呢,是 就是我有多個Input進來的時候 我P有多個Input 那我有1到R個 那我只有一個Neural的時候 那我的Great就會 從WED到WER 那後面這個R是指 我前面的Input有第幾個 那我的W後面接的第一個B呢 是我第幾個Neural的 然後我乘以Great再加Bus 然後再經過這個Transfer Function Output 出A的 那這一個是我多個Input進來 但是我有多個Output出去的時候 我這裡有S個Neural 這裡有看到B1到SB 然後這裡有S個Neural 我就Wate呢,就相對於會有到S個Wate 就比如說你看到WED到S... WSR的 那前面這個S就是指我第幾個Neural 然後R就是我前面那一層的Input過來 然後我Output出去呢 就是像我這裡有S個Neural 我Output出去就S個A 然後這Wate的長相長這樣子 然後... 對... 這是矩陣 大概這樣子 OK 那這裡呢 是指... 這個圖呢是指說 我在整個Network裡面 整個Network裡面 那... 這個P這一層呢是Input 然後經過一個First Layer Second Layer 在第三層 然後再Output 就是Output出去 那在這本書指說 就是我在整個Network來講呢 就是... 最後一層 就是它的整個Network的Output層 那... 中間的First Layer跟Second Layer呢 就是它的Hidden Layer 你才層 那上一層的Input 就是會往下送成為下一層的Input 對... 對... 然後... 這個圖... 這個... 分片是這樣子 對... 然後... 這個圖... 這個是指... 這個... delay... 這個是指... 我的理解上是指... 就是... 上一個時間點這樣子 經過... 跌代... 然後可能會在... 呃... 可能... 可以... 就是一直做跌代的動作 對... 因為下面有幾個例子 是用這個D 對... 這個就是RNN啊 對... 這是RNN 對... RNN 用一個Plot來表示 好啊 那為什麼叫做... 眼淚在那個電穴或電穴有特別的 還是... 因為你們... 下一個時間... 是前一個時間的函數啊 所以這個叫做Delay delay要變得很多什麼字 我... 我... 這個比較從 他用什麼 rivers 我覺得不用Care啊 OK que... 好好... 大家都知道 我聽說在電穴 有沒有... 是不是有這個詞 還是什麼... 感覺上是... 對... 沒有... 好... OK好... 好... 那... 這一... 右邊這一個叫做... 什麼... 積分器是不是 但是就这一个二三章没有几这个方例 那我就这个公式来讲 就是说他看起来就像 从一开始到目前的 就是都会一直在做积分 然后去做累积这个工作 因为这二三章没有这个例子 所以我就用图来解释 那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那个Ukraine Network 就是他这个input进来 然后P个P这里input 然后丢到这个D 那个什么Delay 就是五四节四层迭代 然后就是这里有一个初始动作 初始化的动作 然后再往这个Wsoul 那去把它乘以W再加Bus B 就乘以这个A1 对 然后再把这个A1再 再往下第二次 一直做迭代 一直做乘以W加B 对 然后就 就一直返复 返复到你可能觉得差不多在Output出去 对 好 那进入到第三章了 这是Apple跟Orange的范例 然后他这里有那个P就是有一个局阵就是说 第一个是指外形 外形是圆形或是椭圆 如果他是圆形的话 我局他他就是一 如果他是椭圆的话就是负一 那我涂这个阿路沙加的涂 你把这个苹果也把它试成圆形好了 然后 诶 等一下 后面有问题吗 没有 然后 嗯 第二个呢 这个是指 哦 光滑 光滑度 如果说 诶 欧宁局都是提咒咒的嘛 所以他就是 呃 咒咒的话就是故意 然后苹果如果是 就是比较光滑嘛 所以他是椭圆一 那这最后一个 椭圆呢 就是说他的重量 如果 都是青的话就给他负一 对 那 特别是这个Orange 这个是指那个圆形的 橘子 然后 呃 咒咒的橘子嘛 然后也是青的 所以他是一负一负一 对 这是他原本的 对 这是他原本的 然后 呃 假设说我们 用 先不想刚才的那个 例子好了 我们想说有一个 呃 范例有个Case 就是说我两个 应付进去 那如果W11是负1 W12 W12是1的话 他这个W12进来 然后那个切的线在这里 呃 切的线就是一个平面线 应该是平面图 然后切一条 切一刀 然后就这一刀 那那个 呃 因为他他可能是说 哎我我只要切一半 有的是什么 黑色啊白色啊什么的 啊我刚好 不是在这个经过零的原点 我是骗到这边 所以这个Bus 就会变成一个负1的 对 然后这个Design boundary 就是很像就是说 那个什么 X加B等Y的那个E问 就是我那个切一条直线 那B就是那个偏 偏移的动作 大字就是偏移的动作 偏到左边一点点 好那个复音的点上 对 对 这边稍微点 可以加蓝的 补充一下 这边他要讲的就是说 呃他要准我们一下子 假设要做一个感知器 但是因为出来如果是1 或者是0 反正我们就出来就想要用 这两个数字而已 那Input 他这个P就是一般我们常在 Machine Learning 看到的X 就是Input 对不对 这个意思 他现在假设说先给一个 先给一个位置跟BIOS 一个是负一 一个是负一 另一个BIOS 是负一的状况下 那他现在是说 你这样来看的话 他做出来的就是 比如那条线 就是一个叫做Boundary 现在左边的数字 他都会是 就是左边的 左边的部分的 任的一点 丢进来他都是大于等于 他会是大于等于 所以就是他出来是 你右边的话丢进去 他都会是小于等于 所以他就 他出来他会是 所以他就是一个 他在讲就是一个感知器的 一个Boundary 这样子 从这边一堂起 可以把左边的东西都判定为 以右边的东西都判定为0 对 然后他的位置基本上 就是说他的Boundary 跟这个位置 位置基本上 有点是保险的那种 概念因为他是一个 In a product 他出来的名字 所以他基本上是 就是这个Boundary的保险 好 这边我还想到 因为他想到说 他的位置一定会跟 他的那个Boundary 在讲的话 有点是正常 这我就回来讲 因为我看他那个 就是他给的Boundary 就是Boundary 就是Boundary的那个案子 他看起来不像会是一个 W跟他做道理之后 然后再加一个Box 他感觉那个 哪个那个Boundary 不会跟他正交啊 他里面的值 他就是等于0 比如说他那个 什么这个 这个括号 对啊 对啊 这个就是 法线的概念不就是这样吗 就是他是一个 这你叫他是一个 可是他的XY走是P 他的XY 所以法线 法线量是P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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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 就是打W跟P 应该不然不会等 因为他有一个Bide 哦 你说因为他 因为它是Bide 跟那个正交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那Bide是Shift啊 你如果没有那Bide 就是通过圆点的平行线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蓝色的线就是 OK 他的Shift 其实跟原线还是平行的一种 不要讲的是这样 好 那个B就是让他往左边pn 这样 好 谢谢 这样 OK吗 OK 好 谢谢大家的 好 然后 再套回一个 刚才讲的那个Apple 跟Olinx 那当然讲说就是 应该是说我们看到那个 这个叫什么 呃 第二个纸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Olinx 是 呃 皱褶的嘛 苹果是光滑的嘛 所以他那个切的点 刚好就是 第二个那个 那个 应该说是这个P2的 位置 把他切一刀下去 对 虽然他就是 三个维度嘛 对 然后 那我们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找那个 找那个Wit跟Bubbs的部分 就是 因为这是第二个维度的词 就是 就是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去区分说 哦 从这个P2这里 这里去切 然后去看说它是Olinx 是苹果 对 然后去找它的那个Wit跟Bubbs的部分 对 那这一个呢 是我们做一个测试说 诶 那个 刚才讲的 我P2这里 Wit P2这里为1 那我们把那个Olinx 带进去 跟把 苹果带进去 就是没错 这个-1 就是它皱褶 对吗 Apple 出来为1 这是苹果 没错 那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改成说 诶 这是圆形的 圆形的Olinx 如果我们改成 椭圆的Olinx 就变成-1 -1 -1 那跟同样的Wit跟Bubbs 拜进去的话 它还是Olinx 所以它 它这个呢 其实是讲的是说 它这个Bubbs跟Wit 不可能取出来的值 是真的就是像那个 我们这个Olinx 是一样的 虽然它 就是这个 做 椭圆的Olinx 跟 对 椭圆Olinx 出来这个 跟这个 圆形的Olinx 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我们那个 要的 要的那个位置跟Bubbs 是对 是必进的 对 必进的意思 对 好 然后 呃 接下来讲第二个 就是讲那个 Network 有一个叫 漢明Network 那它这个呢 是指出 我们 当然讲的就是说 我们找出那个 Wit跟Bubbs 找出到那个 Olinx 椭圆 椭圆的Olinx 跟 圆形的Olinx 出来 好像是 相近的 要的那个 Wit跟Bubbs 是对的 那这个 漢明Network 也是有这个 某程度的那个功用 就是它要去找 那个 最接近的 对 找到最接近的 Vicor 这样子 这个呢 也是属于 一个叫做 呃 就是 就是 进 竞争的那个 Network 就是它其实算是一个 有点 相近 以赛的意味 谁 赢 然后前面就是输者 对 然后 第三个点呢 就是说 这里有 两层的 Layer 那 前面的Layer 它的Neural数 跟后面的Layer 的Neural数 会是一样的 但是你会看到说 前面有Ours 然后后面没有 对 那 第四个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做 做谁 谁是那个 银家嘛 对 所以它会有一个 off出来 它是非银的 数值 对 然后我们要找出 谁银家 对 所以那个银家 就是会有一个 指出 然后 然后第五个这个是 只是讲说 哎这个叫 汉民那 他有一个叫做 汉民距离 然后只是举例说 哎这汉民距离 汉民距离怎么算 那 就是其实就是 两个值之间 然后去 多少个不一样 原来有两个不一样 就是 这两个值呢 汉民距离就是二 对 那 接下来 下一页呢 是讲 下一页呢 下一页是讲 下一页是讲 这两个 nale的 比较细节一点的部分 好 这个是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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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跟Orange的范例去套的 那 上面这个 1-1-1 这个是指 Orange的部分 是 圆形的Orange 然后下面这个是苹果 1-1-1是苹果 那这个有一个R 就是这个BiOS的部分 这个BiOS呢是 上面有几个值 比如说 1-1-1-1 有三个值 那就是R就是等于3 对 然后 这有写到两个叙述 那 这里是说 如果两个 两个相量 相量 如果他是同方向的话 会越来越大 然后如果是反方向的话 是会越来越小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讲说 他为什么要加一个R 就是他故意要让他output出来的时候 不要让他为负值 对 那这书上写到是这样子 就是故意要加一个R BiOS的部分 就是不要让他丢到第二层layer的时候 是为负的 要让他都是正值 对 好 那 这个第二层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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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式子在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個W2 然後這裡有一個什麼 就是他講的那個規則式子 然後 對 那等一下會用那個 一樣用Apple跟Onage的翻譯去套進來 然後就會看到說 就是他這裡後面有一個是 這敘述來講說他會變成贏則 就是大則很大 然後其他書的書家就會很快的就是變得很小 可能趨近於禮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他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比如說你在弄就是 Epsilon的時候 比如說腳踏上的 Epsilon如果 因為他是精英設計說 Epsilon 剛剛你Epsilon 小於S-1 比如你現在S 就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Nuron 都一樣設計的時候 他每一個他可以給人提 當他就是大於等於 他就是在做就是 你如果可以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式子展開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 這個 U-A U-I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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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有點小就是 因為就是 Summation出來的東西要是大於等於0 然後我就把它拆開 拆開以後 他有個部分是有減Epsilon 就可能就是你要照這個式子去乘卡 去把它拆開 你最後會變成就是說 Summation AI A2 會是就是Epsilon要小於等於1 這個東西 因為他每一個值 他基本上都會是 最大就是1 因為經過這個方型出來以後 他基本上就是1或0 他會在1或0 所以這邊最大就是 就是只有 就是S-E上面就是1 所以就是出來就是一個 Summ 只要是小於等於 S-E的話 你就可以給人提出來 他的東西就是會大於等於0 好 繼續 我問一下 這裡在這個情形 在這個範例裡面 這個S應該就等於2嗎 但是他卻故意寫成 S-1 那是不是代表 當S大於2的時候 這個W2 這個WaveMatrix 他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S大於等於2 那你剛剛 他本來定義裡面 W不是就是 S乘以R 你的S如果是5 那你就是5 5乘以R 那你的R 看看你的英文是 代替器是多少 你剛剛橘子的話 他更不同 每個英文代替器 不是說是3 所以他就是5乘以3 那你的Epsilon 你就要設定 要小於等於 S-1分之1 那5-1分之1 可能就是4分之1 你只要是這樣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方法 我的意思是 當那個 比如說S等於3的時候 那那個 W2 他就會是一個 3x3的矩陣 那那個 你現在這個Case 對 因為你的Input也是3 沒錯 對對對 那那個 W2 他在那個 他在對角線以外的 那些那個 Element 那些Entry 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 對角線 他就是一直不斷的 疊代啊 他就是一直不斷的 你第一層 除了第一層 天空出來的Offer 以後 他就開始進入這個 recurrent layer 對不對 他就是 他就會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他 最後是 他覺得收斂 然後他還會 停止 看您的問題是什麼 我是說下一頁 下一頁 那個 喔 喔 對對對 這個 現在他是那個 1 然後-Excel 然後-Excel 就是對角線都是E 然後- 然後- 他應該會長的什麼樣子 對對對 他這個只是 他用特別的這個東西 趕到後面講這一張的時候 再來頭 有一張開頭會再講這個 這一張舉這個例子 在講三種不同的網路類型做同樣的事 第一種就是大家都 學過Deep Learning的 譬如知道 Feed Forward CAM 還有 11% 這種 那 這種是第二大類的 叫做 競爭網路 發展很有名的 自主之映射 所以我們名字 Zmap 還有一個 可能他比較沒聽到的 叫 Coursper Network 好像也屬於這一類 他基本上 就是彼此競爭 最大的就贏 你應該問我問題就是 為什麼 這個DEE不會收 沒有 他的疑問應該是 這個位子要怎麼取 對 我覺得這個 他可能還沒有講到 他可能以後才會講到 就是 或許後面的章節 後面一定會講 這個章節還沒有講 下一張 就會先講第一個的位子 那個 Centron的位子怎麼取 下一張 第四張 那這個很後面 這好 我記得是十幾張以後 我記得是十幾張以後 好 OK 然後 等他已經 已經 任意 跟那個 Jason也都幫我 已經 按按了 所以他並沒有 他直接告訴你 位子是這樣子 就有這樣的結果 但他沒有告訴你 位子為什麼要取這樣子 對 他只是舉說 不同的網路 如果貴的如果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他居然可以這樣 等一下你會看到他一個 一些就是神奇的結果 神奇 我現在就覺得就是還蠻神奇的 神奇的 好 OK 這個就是講他的概論 然後接下來就是用那個 範例把它倒進來 用那個 Apple跟Orange的範例 那今天我如果說 喔 我要找 那個 跟那個 嗯 這個叫做什麼 橢圓的Orange去找他 跟他很相近的是誰 是到底是 原本的Orange還是原本的蘋果 蘋果 Apple 那我把它丟進去到 剛才那個 就是漢銘的Network裡面 我前面 這是第一層的 T4W的Layer 然後去舉稱三層 然後記得要加那個RBIOS 然後凹附出來 再丟到這個 丟到第二層的部分 然後去做蝶帶 去做蝶帶 把這個4更2丟進來 剛才不是有講到這個 S龍的部分 負0.5 然後這個 第一次出來 就是三一 三零 然後再丟進去 第二次做蝶帶 然後別再出來呢 還是三零 你會看到什麼 看到收斂的 對 而且呢 他上面這個紙最大 而且他那個蘇珈 大紙很大 然後他走趨勁以臨 都蘇珈 然後所以這一個 上面這一個 這個是那個 那個 圓形的Orange 所以這個橢圓的Orange 找出 原來跟那個圓形的Orange 是最相近的 而且這個 講的就是說 他真的是可以做到 收斂的動作 對 那 這個是 漢明的Network 那下一個呢 這個是 是 轉回去 好 之前那個 Magic也講 這個 Post-in就是現在 大家很熟知的 Reroot 他因為 這應該是那個 Magic裡面用的名字 所以他寫這樣 大家可能知道 他其實就是 Reroot R-E-L-U 就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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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這個網路 其實是很有趣 你就丟一個 Input 進去 他就有一支 不到的討碼 他會熟練出來 因為他這個歷史 算是很容易的 所以他基本上一次疊代 就已經周練了 那 事實上再多一度空間 不會這麼簡單 那可能就是要 泡很久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我不想到這本書 因為這一個網路 我其實不是很熟 我忘了 我唸書的時候 我問 有沒有唸到這個網路 對 他後面或許會講 為什麼 這一個人 後來不流行 這個在 我在唸的時候 事實上 這一個也沒有流行期 好 然後 再來就是講 最後一個 Network 就是 Huffield Network 這個呢 是 我 他的 Network 架構圖長這樣 然後 就是把他丟進來 然後 做 一個 成為 未可加霸的 這個疊代動作 這裡有一個 叫做 SATLINS 的動作 那個 全世界翻學 然後 他這一個是 線性 linear 但是他 有局限 他的 是最小的 只能是 負一 然後 最大呢 是到 正一 對 就是用這個翻譯 那 用這個 transfer function 然後 等一下會用那個 一樣 Apple跟 orange的翻譯 來去說 對 然後 這一個 書上 為什麼會寫 為何是長這樣 半是長這樣 我不知道 就是 只是把他 引出來 然後 我一樣把這個 橢圓的 orange 把它丟進去 那這個 丟進去 負一負一負一 乘以這個公式 進去之後 我們剛才講說這個 transfer function 他最大值只到 正一 然後最小值是到 負一 所以 你這個 加0.9 最後 最大值也只能到 一 啊 減0.9 最小也只能到 負一 對 所以這個 中間這一個呢 可能是 取決於 你會變成怎樣 對 這個A2 然後把 把這個 負一負一負一的值 把它丟到這個公式裡面 第一次出來會是 0.7負一負一 第二次出來就變成 一負一負一 第三次是一樣 跟第二次一樣 就是一負一負一 你會跟他說 這也變成什麼 收斂了 他也收斂了 對 然後而且你看這個 一負一負一 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那個 這個 那個叫什麼 圓形的 OMG 他裡面的 那個 那個 對 所以他這一個 這個Hafio Network 就是他可以找出他 原本的那個 裡面的 一個 就是去 相近於誰 他裡面的那個 那個類似於 Feature的那種意味 對 然後 就是這 這個Network的部分 這個也還蠻神奇的 然後 這個是今天要講的 二三張 最後 你回到前 前夜 我補充一下 這個Hafio其實在 1980年代非常有名 1980年代的第二次神經網路熱潮 就是這篇Paper開始 那篇Paper好像 我繼昂1980年 Paper 他是一個 加州理工的教授 生物物理的教授 那 你可以看到 這一篇 跟你現在所熟知的 Deep learning網路 為什麼不一樣 他的輸出就是Pattern 他不是像什麼分類 分到地級類 他的輸出 你進來的東西 他就是輸出你 像什麼Pattern 他就告訴你 你這是屬於實際的Pattern 他才一種 他是 如果 以 以架構來講 他是屬於一種Memory Model 可是跟剛剛講的 競爭網路又不一樣 競爭網路是 他 他在學習是彼此競爭 那 我剛剛講的 就是比較像是 就是分類的那種 就是 他沒有經過 最後沒有 他其實 他其實也不是分類 他是分類 他是到最上面的那個 你 如果只單看 那 Taming Manwork 是 是 是 如果 以競爭網路來講 他其實也有Memory Model 像 那個 SOM 就是競爭型的 Memory Model 那 他Fear Model 是 Recovered New Landwork 的 Memory Model 這回應到 我開頭講說 我為什麼要 弄這樣的 AIN 賭書會 所以可以給你看 NewAIN世界 其實 遠比Deep 真的一樣大很多 那只是現在 Feed Forward 這一派 取得優勢 他有一些進展 但他同樣的 他有一些先天的限制 那我認為未來 甚至要靠其他的 包含其他的 NewAIN 跟其他 AI Feel技術 來補足 就像 AIN 引入了很多 其他的 學問 比如說 統計學 等等 其實現在 Deep Learning 其實不是原本 不屬於Deep Learning 的東西 是其他AI Feel 在用 包含 RAL 一開始也沒有在用 NewAIN 那 太遠 我不敢講 至少覺得 五年 十年內 大架構 應該是很多東西 然後套在 NewAIN 上面來做 那這NewAIN 有可能會 越來越複雜 而不是現在 它的基礎很簡單 但是上面很複雜 我講的基礎很簡單 就是那個 那個 審議員模型 就是Input 成為的 然後加BIS That's all 然後一個 Attivation function 沒了 那為什麼 後來沒有用這種簡單的 Attivation function 說可以線性 因為 原先的 線性的 他發現線性在怎麼做 最後還是線性的 所以 遇到多維度了 就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 後來才發展出 NANINI的 Attivation function 試著把它 變成 非線性 那 它的 Icreation 就比較大 那在數學上 它的計算 可以cover 可能就比較多 那 其實 過去 至少十三年 都是往這方向發展 但是 基本的模型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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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的 第三代的神經元 模型 Style Universe 1 現在大家在用的 Deep Learning模型 基本上還是 跟 跟那個 1970年代 之前的 沒有兩樣 大家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就要謝謝Catie